一次星球爆炸,震撼整个宇宙 当星球死亡的时候 它微小的尘埃和气体 就会散播到整个太空 然后,这些星之碎片 也会重组,形成新的星球 在星球死亡和重生的循环之中 会创造出很多新的物质 我们的地球,就是由这些物质所组成 今日地球上已经充满各种各类的生物 万物也因因向荣 而在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身体里面 都留下了无数星球历史的乐人 十七世纪,波希米亚的练金术士 温素赛能被获宫廷封为贵族 因为它在石表面,撒上一种特製粉末 令它眨眼看,和纯金没有分别 二百年之后,经过科学家的分析 拆穿了它的染眼法 其实练金术士由始至终 都无法成功地用人工方法制造出黄金 这个自然物资丰富的地球 其实是由一些很基本的物质组合而成 这些物质,我们称之为元素 由最轻的氢,到最重的油 地球拥有超过九十种不同的元素 黄金就是其中一种元素 我们四周围的所有东西 都是由不同的元素混合而成 其中有二十五种元素 是孕育生命所不可或缺的 即使是先进的现代科技 也都无法制造出黄金 因为要制造出一种元素 需要的能量 是你想也想不到这么大 这里是新墨西哥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这个叫做Share Machine的巨型装置 是一座超过三十米宽的融合研究设施 能够制造出极高的温度和压力 这个装置可以在针头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结集相等于五十万亿瓦特的能量 制造出几百万度的高温 科学家正尝试在这个超高温的环境里面 融合氢核子 从而产生出更大的能量 在过程当中 就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元素 氨 由于氢核子攀带的是正电荷 在自然状态之下 两粒氢核子是会彼此排斥的 要逼它们走在一起合而为一 就需要相等于太阳核心这么高的温度 才能做到 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 氢核子会以极高的速度 弹来弹去 互相碰撞 最终合而为一 就是这样 一个全新的元素 氨就诞生了 我们的太阳里面 也正正发生着 跟热生物酸里面一样的反应 太阳是一个不断燃烧的巨大火球 温度高到令人难以想象 同时间 氢核子也都在次热的太阳核心里面 融合成为氦 不过 氦是太阳唯一能够制造出来的新元素 即使是太阳核心这么高温的环境 也没有办法形成比氦更加重的元素 要做出像黄金这么重的元素 所需要的高温 要比太阳核心高出很多倍才行 按照这么说 一直叫人倾心的黄金 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科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向无边的太空 元素是怎么存在在宇宙之中的呢 它又在哪里呢 线索原来就隐藏在七色的彩虹里面 最先留意到这个线索的 是十九世纪德国籍的透镜制造师 呼朗和废 呼朗和废 在他的实验室里面 成功地将阳光分开为 红橙黄绿青蓝纸七种颜色 做出一条彩虹 当他在显微镜之下观察这一条彩虹的时候 他发现彩虹七色之中 有些很奇怪的东西 呼朗和废当年亲手画的绘图 现在就珍藏在德意志博物馆里面 呼朗和废 呼朗和废 废盛尽心机 小心翼翼地 在彩虹七色光段上面 画上一条条的黑线 而整条彩虹上面 总共有五百七十四条黑线 这些黑线 究竟代表什么呢 呼朗和废 窮一身的精力 想说找出答案 很可惜 最后都是徒努无功 呼朗和废最先发现这个奥秘 但是迷底 就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 才得到解答 原来 这些黑线就是元素存在的线索 我们将这盏灯当作太阳 然后在它前面燃烧一种元素 那 我们细心观察 从光源穿过火焰出来的光线 当光线被灵镜分开成七颗颜色之后 红和黄色之间 就会出现一条黑线 这条黑线 显示出纳元素的存在 呼朗和废的绘图 也都在这里上面画了一条黑线 位置和我们的实验结果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 在太阳里面是有纳元素存在的 绘图上面还有很多条黑线 但是表示 太阳里面除了纳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元素 这条标志着C的线是氢 E是铁 这样 我们只要分析这些光线 就可以确定太阳里面 究竟有些什么元素 这是利用最先进科技得出的太阳观测结果 以前呼朗和废逐筆逐筆画上去的黑线 现在就以图表的形式表达出来 图表上面这么多的峰值 显示出太阳当中的不同元素 这部分显示有黄金 之前我们以为在太阳里面 只有黑这种元素 想不到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元素存在 为什么太阳里面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元素呢 这些元素 是不是至宇宙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的呢 E是坎培那斯天文台 座立于南美洲智利的安帝斯山沫 一个2400米的高峰上 由于这里空气干燥 没有什么气流 再加上远离闹市的樊灯 所以这个天文台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野空景象之一 这支高科技望远镜的巨型镜头 有成6.5米口径 可以捕捉外太空最微弱的星光 它是科学家的好拍档 每晚都参与解开宇宙众多迷团的任务 要明白最远古的宇宙到底是怎样的样 卡内基天文台研究员 安德鲁·麦威廉博士 一直废诊忘餐地观察一些 比太阳还要古老得多的星球 就是一些在宇宙形成之后 没多久就诞生的星球 麦威廉博士明白到 如果能够找到这些星球 就可以从中揭示出宇宙红初的种种细节 过去十年 他逐一地观察了几百万个星球 最后 麦威廉博士找到 他一直在沉沉命命的远古星球 其中一个 离开银河是中心很远很远 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 而且只有一个目录数目字为名 CS22892052 经过分析 发现他大约已经有150亿年历史 是一个在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的极古老星球 当他仔细地分析这个星球所发出的光线之后 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图表显示 这个星球除了有氢和氦这两种元素之外 基本上就什么元素都没有 相比之下 从太阳的图表就显示出 太阳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我们看到150亿年前 也就是宇宙在它形成之后没多久 情况和现在很不同 当时除了氢和氦之外 差不多是没有其他的元素 由此可见 早期的银河系里面 只有少量金属存在 但是要制造石头 甚至要形成地球这一类 有陆地的行星的话 就必须有金属 和其他好像植这样那么耐热的元素 所以在宇宙初期 要形成好像地球那样的行星 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直至太阳在45亿年前形成 可能性才随之上升 众多的元素 并不是从宇宙红初就存在 宇宙100亿岁的时候 即是我们的太阳系刚刚形成那时 宇宙又是怎样的呢 四十六亿年前 我们的太阳系 因为大量塵埃和气体结集而诞生 形成太阳系的其中部分塵埃 被隐藏在隕石里面 密封地保存起来 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卡内基学会 正在努力研究这些塵埃 原来他们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旅程 来到太阳系 这些微小的尘粒 能够捱得住旅程的种种难关 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 然后他们还要经过星际界质 甚至是几亿年的时间 才积聚成星云 最后再演变成太阳系 分析过一些星辰之后 显示出银石当中有几种元素 这粒陈是一粒直晶体 这个就含有铁和链 有些陈就发现含有大量碳成分 太阳系在46亿年前形成的时候 已经存在着很多元素 既然是这样 这些陈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们的成分 已经经过非常仔细的分析 科学家根据陈粒的形状 和元素的成分 追溯它们的来源 结果显示 这些陈粒 应该是当一个星球 在生命结束之际 爆炸所遗留下来的尸骸 这里起码有来自30粒不同星球的碎片 这些陈埃 到底是在无边宇宙中的哪一个角落形成的呢 科学家将注意力 转移到行星状星云之上 这里是其中一个接近银河系中央的星云 它就是雅灵状星云 它的形状不是很显眼 而在大约240年前 第一次有人发现它的存在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望远镜的威力越来越强 科学家终于都知道 它其实是由一团尘埃和气体组成的 之后 科学家还发现这些尘埃和气体 是环绕着星云中心一粒小星球而运行的 现在科学家相信 这些尘埃和气体 是星云中心一个星球死亡之后 飞掉出来的爱层碎片 这是天琴座里面的环状星云 它是一个曾经有太阳这么大的星球 死亡之后所留下的遗骸 尘埃和气体 扩散到十万亿公里直径的范围以外 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大约有一千个这一类的行星状星云 分析从这些星云发出来的光线 就知道它们含有大量的碳和淡 行星状星云不单是星球的遗骸 它还是创造新元素的源头 但是这些元素也有上限 照理这些星云里面 是无法制造出重过氧的元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科学家相信 组成行星状星云的星球 其中最小的 质量和我们的太阳差不多 最大的 顶多都是太阳的八倍左右 事实上 一个星球能够制造出什么元素 很视乎它的质量有多大 在一个闪耀吹灿的星球里面 轻会融合制造出害 随着星球慢慢老化 就会产生巨大的转变 它在核心里面的氢 会全部转化成害 当星球内部温度不断上升的时候 星球就会慢慢膨胀 转化成红巨星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的话 太阳的核心 就会有十二亿度的热 而太阳还会膨胀 连金星都被它吞噬了 这个时候 氦会开始融合 组成新元素 首先是碳 新元素继续诞生 氦和碳融合 形成氧 最后 假设它是太阳的话 就会膨胀到连地球都吞噬了 接着 星球的质量 已经不足以维持星球的完整性 温度会下降 而任何比氧重的元素 都没办法再形成 星球解体 步向死亡 一火明星从此消失 含有大量元素的气体和尘埃 就散落在无边的太空之中 氧是红巨星制造到质量最大的元素 在整个过程之中 我们还没见到黄金这些重元素出现 因为即使是红巨星 都没有足够的能量制造它们出来 摧颤闪耀的明星 照亮了整个晚空 在天蠍座的中央 闪着红光的 就是参寿二 它足足比红巨星大三倍 聂户座里面的参寿四 就更加大 它比红巨星大成六十多倍 科学家相信 这些星球死亡的时候 释放出来的能量 会比红巨星大很多 这是美国麻省的剑桥市 美国太空总柱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最先进和高性能的望远镜控制室 这个望远镜不是设立在地球上面 而是在太空之中飘浮 钱德拉X射线台 在1999年开始 录行它观察星象的任务 钱德拉位于距离地面十万公里的外太空 完全不会受到地球大气层的影响 科学家可以利用它观察 以前一直没办法捕捉得到的星体 X射线望远镜 是用来观察高能量宇宙物体 就连星球爆炸的过程 都可以捕捉得到 这张图片 是用普通望远镜拍摄得来 你用X射线看同一个区域 就可以看到一阵蓝色的云雾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 包围着星系中心的极高温气体 钱德拉捕捉到巨星临终的一刻 先后座最为人熟悉的是它的W形状 在这里我们找到先后座A 它是由一个巨大星球爆炸之后 围流下来的碎片所组成 所有巨大的星球 都是以爆炸来结束它们的生命 如果你用X射线望远镜观察这个区域 就可以看到热气扩散到很阔很阔的范围之外 这些物质有成五千万度的高温 可想而知 各自爆炸是多么震撼 在这些影像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一大堆一大堆不同的元素 这团绿色主要是植和它的产物 这边这些红色的就是以铁居多 这些应该是新元素 我们以前都未曾见过的 它很可能是一种刚刚由超新星创造出来的 现在新元素都未定 直 铁 钙 一对对足足有我们整个太阳系 那么多的元素 飘浮于一火已经死亡的星球遗坏之中 一些质量重到连红巨星都制造不到的元素 现在已经大量地诞生 大约一百万年前 先后座A的前身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在星球的中央 温度忽然飙升 和红巨星不同 它的核融合没有去到氧就停止 而是继续向前推进 当温度超越7亿度的时候 就形成了奶和尾 到了30亿度的时候 就制造出矽、硫黄、鸭和钙 温度继续上升 到了50亿度 另一个元素诞生 它就是铁 一个原来只有氢和氦的星球 现在处于极高的温度之下 制造出质量重得像铁一样的元素 接着 星球大爆炸 这次爆炸所发出的能量 令到六十多种比铁的质量更加重的元素 相计地急速诞生 星球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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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造出来的元素 形成尘埃和气体 以无秒钟几千公里的高速 向外扩散进入太空 星球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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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黄金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迷 科学家相信 先后座A这一类星球爆炸的时候 只会制造出很少量的黄金 照这样说 星球爆炸 根本不可能制造出宇宙里面所有的黄金量 天体物理学家斯带芬·罗斯玉格相信 单靠星球爆炸 是没有办法完全创造出那么多黄金 这样的事 在宇宙哪里才能找到呢 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超新星 一个很巨大的星球爆炸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你需要温度和密度上的配合才行 这些情况是很罕见的 罗斯玉格博士对巨型星球爆炸后 围流下来的星球特别感到兴趣 这个是金牛座里面的蟹状星云 它是由一个在950年前爆炸的星球围流下来的 它现在的体积膨胀到足够有十个太阳系这么大 而且非常明亮 在星云中央有一个看得到的白点 大爆炸之后 令原本的星球核心压缩 创造出一个很特别的新星体 中子星 中子星的直径很短 只有十公里长 虽然是这样 但是中子星的质量是非常之高 一池羹就已经有十亿吨那么重 罗斯玉格博士估计 两个中子星相撞释放出来的能量之大 一定难以想象 可能足够制造大量的黄金 它利用一部世界级的超级电脑 来模仿出这个情况 当两个中子星围着对方转动 彼此就会慢慢地接近对方 当他们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百公里的时候 他们忽然之间失去了重力平衡 还开始碰撞 碰撞核心的温度高达一万亿度 这个温度是宇宙可以承受的极限 碰撞造成两个中子星的物质不再受控制 形成一个巨型的船窝 而且开始快速旋转进入太空 而黄金就是在这个船窝里面诞生 物质在极高能量的情况之下互相碰撞 即时转化成黄金 然后向外扩散到宇宙的四周 宇宙一百五十亿年的漫长历史 是由星球造成的元素不断积聚而成的 最早期的宇宙 是一个只有氢和氦的世界 在某一刻 一个又一个的星球忽然之间诞生 白色一点点的就是星球 闪光就是星球爆炸 星球爆炸不断地发生 一次又一次 庞大的星球数量 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新元素 一个行星状星云慢慢地膨胀之后 又再漸漸消散 巨大的星球爆炸碎片四散太空 宗旨星互相碰撞 炸成粉碎 这一切 令到太空里面出现大量的新元素 星球的死亡 令到原本只有氢和氦的宇宙 现在变成拥有大量不同元素 多彩多姿的世界 四十六亿年前 尘埃和气体积序 形成太阳系 因为星球爆炸 而四散到无边宇宙的尘埃和气体 为什么又会再次走到一起呢 原来又是与星球的死亡有关 这是智利的安帝斯山脈上的 明古屋大学南天射电望远镜 南天射电望远镜只有四米直径 但是就是全球敏感度最强的望远镜 射电望远镜能够很清晰地 分析到本身不会发光的尘埃和气体 气候干旱的安帝斯山脈 是观察太空全内极微弱无线电波的理想地点 这个天文台自从1996年落成启用以来 一直都尽忠职守 南天正在研究着尘埃和气体 在银河系里面结集的过程 南天收集到的大量数据 会被送到来这一处加以分析 这里就是从南半球看到的银河系 当我们将南天观察到的影像踏上去之后 大家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本来是七黑一片 但是只要用射电望远镜一看 就发现其实这里是充满尘埃和气体 影像中绿色至红色的部分 有最多尘埃气体在聚集 福井康南教授是南天观察工程的负责人 福井教授观察银河系里面的 尘埃和气体的分布情况 很明显 这些尘埃和气体积聚的方式 是有点不尋常 这里是船底座里面的船底座星云区域 我们利用观察数据 组织出这一幅尘埃的立体图像 这些尘埃和气体的密集区 很整齐地排列在一个球状表面之上 就好像放在一个鸡蛋壳上一样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排列呢 福井教授认为是由爆炸的星球所造成 试想象一下 当有一次超强力的星球大爆炸的时候 碎片会以高速扩散到整个银河系 不过银河系本身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稀薄气体 这些都是在爆炸之前已经存在的气体 所以这些原本就存在的稀薄气体 就会因为爆炸而压缩 变成给原先密度大一千倍 一万倍的气体 后来星球爆炸 当爆炸发生之后 它的能量形成一个非常强 而且巨大的冲击波 这股冲击波 将原先在太空中漂浮的尘埃和气体压缩 一次又一次的星球爆炸 漸漸就形成高比重的尘埃和气体区域 星球爆炸 将这些气薄尘埃和气体 压缩成质量和密度更加大的星云 福井教授认为 船底藏星云就是这样形成 观察船底藏星云的天文学家 曾经见过有很多新星球 在这些质量和密度都这么高的星云里面形成 事实上 他们发现船底藏星云 在银河系里面 有最多新星球形成的区域 星球爆炸不单止制造出元素 还使元素结集在一起 促使新星球的形成 从另一个角度看 虽然有星球步向死亡 但是正因为它的死亡 才可以令到它四周围的气体压缩 元素才可以聚集 之后 新一代的星球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形成 自南天天文台启用以来 它在这五年 陆陆续续发现了几十片 由爆炸星球围流下来的外壳 这些外壳 在新星球诞生过程中 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我们的太阳系 很可能 就是由一个类似的外壳诞生出来 四十六亿年前 大量的尘埃和气体结集 开始形成我们的太阳系 从无数稳没了的星球 四散出来的碎片 飘过无边的太空 来到这里 并且再次走回一切 最后 还形成了太阳和地球 原来 组成人类和所有生物的元素 是在垂死星球的白热部分里面形成 这些物质是从千百万个星球衍生而成 他们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漫长旅程 最后来到这里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存在 都是有来宇宙这个150亿年的遗证所持 在很多人心目中 死亡就代表着终结 但在太空里面 死亡就代表另一个开始 行星百达到之后 引力就会将它的碎片和陈粒 凝聚成一个新的星球 如果这个新行星是长文的话 如果又有行星围绕着它的话 又如果这个行星可以适应到 新行星所释放出来的行能量 这个行星才可以引用出 全宇宙最复杂的物质形态 生命 而地球上各种生物 就是这这么多的如果 加上是结晶品 这个行星 我们下期待的 咱们下期待的 可以帮助